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施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施老闆小雲青先生 施先生,David過不了你,我們倆就自己浪漫點聊天 我們剛開拍之前,不如我們談談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阿拉斯加 我自己未去過,不過大家很關心 上星期,中美雙方都有高層官員在開會 開完會時,好像有火藥味 阿斯先生,你會怎樣解讀 其實是一開始的時候,有火藥味 互相指責,場面是蠻火爆 說對方超時,對吧 超時是一個小數,超時不會太生氣 主要是,一開始,美國就踩中國的紅線 要將香港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台灣問題 中國認為是自己內政的問題 他也批評一段時間 基本上就是,想佔領道德高位 要中國服從美國那套行為 美國就可以維持他的腦袋地位 以前,中國在中美的磨擦上 你看他之前的貿易戰,雖然有反擊 但也是被動一點 這次,已經踩到你盡 將美國歷史上的東西都挖出來 按照我看,開始時,大家重新自己的立場 無可避免 但我認為這次會談,並非一無所得 如果鬧得那麼僵 應該拍案而起,拉隊走人 不歡而散 實際上,整場會談是三天的 開始叫遠,大家又坐下來再談 美國聘請中國去談 心目中一定有些題目 願意談,而想解決 所以,最後兩場都照相談 都按原定議程繼續 談完之後 亦說,有些地方是可以合作的 大家坦誠的,有建設性的 我自己觀察,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 應該說,拜登的態度 現任的美國政府和上任的 有不同的 特朗普就踩到盡 即是,給我的感覺,想一次過 一拳打死我們 做低中國 拜登可能知道 一次過,已經無法踩到中國 策略由速戰速決 變成想打持久戰 本來美國是想速戰速決,對它有利 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比它快 時間越拖得長 差距越拉越近 現在優勢相對多的時候 最好在這個時候,全力向中國施壓 但是,特朗普那些措施出來 最後成效不太好 尤其是貿易,加了那麼多關稅 打算將中國的工作,從中國帶回來美國 最後,貿易,美國一樣逆差 跟美國做了少許生意 但有歐盟、東盟等 美國補回到美國,最後都不太好 另外,疫情期間 定了關稅,自己撤銷 想買多些醫療用品 另外,我聽到做工業的朋友說 本來的產品,有些人不敢賣給中國 現在開始慢慢試試,又賣給中國 氣氛沒有之前那麼緊張 我聽說,荷蘭的光刻機,用來做芯片 對股市也開始有些影響 過往,其中一個風眼,是科技發展 中國這幾年開始,努力直追 美國在這方面,壓制較大 小股民聽過的,就是中芯國際 中國國內最大的半導體企業 過往,這兩年,被美國封殺 放在不同的清單上供 施薩剛才提及,其中一個生產過程 要用光刻機 光刻機,將一些複雜的半導體設計,印上去晶片上 中國大陸,沒有這個技術 很依靠外面,特別是荷蘭 美國自己也沒有這個技術 美國也要靠荷蘭 最初說,美國才有權不讓荷蘭賣 如果單單是光刻機,光刻機的技術 不是屬於美國,屬於荷蘭 產業和技術,很難完全獨立分割 我同意施生,在個別事件當中 某部份行業,重新重複中國做生意 甚至乎,最近兩三個月發出的新聞 美國和中國的半導體民間組織和協會 都坐在一起,想辦法在行業上,將壁鋁減少 美國有些地方,都會面對現實 鬆軟一點 捏死了,對自己的無處 現在全世界都缺芯片 影響自己的汽車工業,都受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說 美國的態度比較現實 現實,世界也好,中國也好 走棧的空間多了 所以,我認為阿拉斯加的見面,不算完全沒有成效 接下來,可能一旦會吵架 一旦會談實際的事情 不是一打,一路打下去 打一下停一下 緊張一下又鬆弛一下 當然,這對股市帶來一定衝擊的問題 這些波動,利用得好 可能變成賺錢的機會 你有沒有好的機會,介紹給我們的聽眾 相信,中美關係過去兩年 疫情前,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去年開始就是疫情 當然,疫情開始慢慢逐步緩和 如果中美關係,可以好一點 對於港股的影響,可能是特別大 始終我們香港的股市,比較外向 依靠美國的資金 依靠中國企業的盈利 整體力,如果你看到逐步鬆綁 對港股整體的影響,應該是正面 但是,一方面,美國可能會放棄一次過造低中國 由速決戰,變持久戰 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有些位置會緊張 最近金融戰 最近這個星期,大家可能會關心 中美關係,由貿易或科技,有少少金融發展 最新,由中概股,有機會被除牌 特朗普去年,2020年4、5月 如果大家記得,當日有一個,HOLDING FOR ONE ACCOUNTABLE ACT 美國覺得中概股,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他們沒有辦法,交出審計的底稿 他們覺得這樣,保障不了美國的投資者 如果不乖乖地聽他們的話 中國公司,不可以再在那邊上市 我相信,這是一個藉口 基本上,要難為理,找一些理由出來 但某些情況,亦沒有之前那麼緊張 例如,TikTok要賣 現在,不知押後到何時 基本上,不用賣 另外,有些公司,本來說,要離開時,又鬆了少少磅 例如小米,師先生 本來小米,是之前被下令,被制裁 這兩星期的發展,是他們成功,在美國法院,取得禁制令 令到被制裁,暫時押後 我相信,如果在上任特朗普年代,申請法院暫停行政指令 可能很快,白宮要再出手,再反對 這次,你見到拜登政府,既然你申請了 他都有你繼續,將上任特朗普的命令,暫時停一停 有平和一面,就不等於中美關係 以後就重修舊好,這個機會沒有 我自己覺得,中國在某些地方,是爭鋒相對重 譬如,在新疆問題上 新疆問題,不止美國,現在連歐盟都說 新疆有種族滅絕 有種族滅絕,有強迫勞動 連新疆的棉花,都說不再賣 由中美磨擦,擴散到西方其他國家 由國家層面,到商業層面都有 現在大陸,很多民間都發起抵制 曾經表示,不買新疆棉花 不買新疆棉花,會看成你認同 大陸有種族清洗,有強迫勞動 我自己在中國西部,參與農村的扶貧工作 都有了解大陸的少數民族政策 大陸的少數民族政策,基本上都是優惠少數民族 多於打壓 例如,以前一鞋政策時 漢族,嚴格執行一鞋政策 少數民族,包括維吾爾族 有些人可以刪除,有些人可以刪除 所以,維吾爾族人口不斷增長 如果種族滅絕,哪有人口增長 另外,一些政策上,其實行政上都是優惠少數民族 我們去做內地農村工作,都是被再三叮嘱 不要與少數民族引起太多矛盾 重量引讓,我覺得到不公平的地步 例如,少數民族,擺賣,不靈牌,不交稅 欠地盤,公安是不敢動他們的 我們與他們交往,遇到被騙 報了他們,都叫你多事不如少事 忍一下算數 我們同事,都覺得不公平的地方,是優惠少數民族 基本上,國家政策上,是照顧少數民族 他們宗教自由,例如回教徒 在中國大陸,很多食肆是清真食肆 他們不吃豬肉,在那方面守得很緊 專門給回教徒使用 不像是要壓抑整個榮義族 榮義族是中國的五大民族 康滿蒙迴藏 他們屬於回族的範圍 我自己看不到,很大的力量,在這裡壓抑他們 唯一情況是,前幾年,曾經暴亂 曾經暴亂,曾經暴亂 曾經暴亂,曾經暴亂 曾經暴亂,曾經暴亂,曾經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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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暴亂,曾經暴亂,曾經暴亂,曾經暴亂 我相信,中國是採取較強硬的態度 對於參與僵獨的人 我相信,大陸政府採取的態度相當嚴厲 這些可能與西方,處理民事、法治、標準不一致 但這些情況,每個地方的特殊環境有不同 美國去到阿富汗、伊拉克,要維持統治 他們的手段,比起侯塞欣、沙達布年代,不差太遠 他們都看到,車開快一點,不利山七二一射擊 環境問題 我認為,現在西方都有雙重標準 尋找這些東西,制約中國 如果沒有民主、不人道、沙達布年代 封建體制,一個家族都做了 另外,印度分開四種族 自民是完全得不到人道 美國,不用理會他們 對中國的情況,似乎是利益驅動 多於純粹人權方面的考慮 最近中國擺明的態度 你踩到我,我就一樣,不算雙倍奉還 都一定橫以顏色 他知道西方,想和他撤斷關係 你嚇我時,你撤斷,我又撤斷 我相信是一種姿態 等西方考慮下一次行動的時候 要考慮後果 衝突減少,還是衝突增加 我相信,中國的想法是 橫以顏色之後 你下次不要動動,便會漏打 這是中國最近的態度改變 近日,大家很關心 新疆面,令到一些外國大家熟悉的品牌 例如H&M、Nike 在國內,民間都有很大的反抗 施生,你覺得,剛才你的觀察 這些情況,會慢慢平息 還是會再牽一發動全身 更多的外國企業 有機會被牽連當中 現在已經從政治層面的角力 去到差不多全方位 美國在政策文件上說得很清楚 以前對付蘇聯,對付中國 所有層面都將關係切割 很明顯,已經不是在商言商 商人,都要表態 匯豐,曾經香港的王東勝 簽名支持國安法 英國國會都發聲 商人的行為,都到政治層面 指責匯豐,不應該這樣做 實際上,群體壓力也好 政府由上以下的壓力也好 在美國做生意的朋友 現在都要看著政府的政策 政府不想做的事情 你強行去做,就會有後果 所以現在,商界都被迫要出來表態 例如新疆問題,一群時裝公司 都會說,我沒有份用新疆棉花 這種態度,在中國看來 你不用新疆棉花 你不只是採購原材料時,一種商業選擇 而是因為政治上的選擇 你肯定了中國,有違反人權的方式 對付維吾爾族 你正在支持對中國的指控 所以,它是半官方半民間 官方不是行證明令 而是官方報紙,有些文章提出來批評 他一批評,民間便有抵制 開始燒波蟹 所以,以後西方企業要選擇 你要站出來支持政府 你可能沒有中國的生意 在香港問題上,香港的一些機構 如果你在大陸做生意 在一些政治問題上,支持美國 你在內地的生意,可能會受影響 在股市上,大家對政治的變化更加敏感 例如,Nike、H&M,因為新加坡的情況 被國內杯葛一下 股價都受到一些壓力 我相信,他們的高層管理人員 下次要表態的時候 要計算數目 是自己準備去承擔這條數目 還是寧願模糊一點 如果要做生意,就不能在政治上 站在中國的對勒面 又繼續在中國做生意 這次風波當中 對國內本土公司有些受惠 剛才提及,Nike給別人的球鞋 被人作為發洩的方法,燒了 反過來,國內的運動服裝品牌 例如安搭、李寧等 這段時間,大家覺得是否民族主義較大? 民間對中國企業的支持度高了很多 大陸有一個時期,都擔心在美國制約下 外循環會受到影響 外循環受到影響,唯有做內循環 內循環,當然要買本土產品 內循環才能發展 我相信現在,某些做法 都可能為內循環打好基礎 大家在政治上或股市上 都要留意政治發展 以及國內企業,如何受惠於內循環的走勢 今日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施生 如果大家有更多問題 或想更多了解施基金 記得到以下網址,或打以下的電話查詢 我們下集再見 請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